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 我們的祖國禁止中國台灣的釋迦和慕蓮 令出口中國的三大水果全部被禁止 台灣的商人令他們非常憂心 非常悲哀悲傷 甚至想轉行 在這個時間 蔡塞子當然出來發瘋 但問題是她當時發瘋的時候 有網民發現新西蘭原來都禁止了台灣的芒果和荔枝 為什麼蔡塞子只是發瘋我們的祖國 而不發瘋新西蘭呢 要尊重西方的決定 這件事是怎樣 待會就跟大家說一說整件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想跟大家說 在今年年初 台灣的鳳梨 即是菠蘿被禁之後 我們的祖國亦是19日 再宣布禁止台灣的釋迦和慕蓮輸入 在客門 長三角等等 不斷地做這些進出口生意的台灣外銷內地水果商 基本上都是哭苦的了 就說這一類生意做這個外銷水果 基本上都是不用做的了 考慮轉行 或者轉去投資 在內地種植台灣的水果 據一名在長三角經營台灣食品多年的台商就說 近年的水果根本上是沒有辦法用小三通的方法去到內地進行銷售 都需要經過一個正常的貿易程序才可以做 俗稱的正貿 至於綠色通道都經常會有波折 所以成本 檢疫時間等等 都會令到他們的成本上升非常之多 生意越做越不好做 年初的台灣鳳梨事件可以說是一個導火線 導火線完了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減少了我們中國台灣的水果 改為買其他內地國產的水果 甚至乎其他地方的水果 他憶述說 內地在2月26日宣布3月1日禁止入台灣鳳梨的時間 因為內地沒有2月28日的假期 所以就有一個緩衝期 可以用最後的一班船 把鳳梨推過去 因為他打算把貨推去內地之後 有13億人 再想想怎樣燒 但原來當時出了這宗新聞之後 已經少了很多人買台灣的水果 包括台灣的鳳梨了 現在他們的年務 他們的飾家都是被打的時間 而且沒有一個寬限期給他們 所以他們是更加更加難做 更加更加嚴重的 而他們的鳳梨 飾家等等 現在的補貼 就是台灣補貼完之後 是賣不到錢 基本上是做不到 賺不到生意 現在的鳳梨 飾家每公斤 如果在內地買的話 就是30元起跳 是台灣的5倍 台灣的5倍 所以在內地做這些水果市場 比起在台灣做這些水果市場 是更加更加賺到錢 但是如果現在都禁止水果的話 變相他們只可以吃西北風 估計他們自己不如把水果移植過去 在我們中國種植好過 否則的話 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做不到生意 據一些資料顯示 台灣新鮮的飾家出口去我們中國內地 基本上價值是13.05億的一年 暮年值2.39億 鳳梨值13.85億 三種水果外銷 這三種水果外銷 就是去到我們的內地 因為它出口就叫外銷 去到我們內地 佔的比例是超過九成 基本上是三大的最多 是非常非常之多 一旦禁止了他們這幾樣東西 就很嚴重了 大陸禁止了我們中國內地 中國大陸禁止了 禁止了那些飾家和這個 暮年輸入之後 台灣官方就預測 我認為金吉是下一個目標 他們自己說 就是他們的台灣農委會國際署長林家榮說 下一個可能面對的就是金吉 因為芒果和文彈已經過了那個產季 過了那個高峰季節 金吉的話 接下來就是高峰季節 我覺得金吉是不會被禁的 因為金吉來講 第一樣賣不到錢 第二樣東西就是我們內地的金吉 都是非常之美的 所以它沒有一個的競爭性在 但是問題是 我覺得芒果和荔枝很大機會 都是會被我們的祖國所禁止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原來被發現 新西蘭都是禁止了台灣的芒果和台灣的荔枝 有個網民翻查一些記錄 就是說在6月18日的時間 台灣的一批芒果和荔枝抵達新西蘭之後 就發現有一個叫做果成的幼蟲 就遭到新西蘭當局下令禁止台灣的芒果和荔枝入境 當時台灣農業委員會同樣強調沒有這些事情 然後又說 雖然是他們說自己發現不到 不過會提出改善措施 而且會跟新西蘭繼續磋商和諮詢 其實到了現時為止 台灣的荔枝芒果都是沒有辦法進口出口去新西蘭的 但是這個陳吉仲 即是說台灣的官員就說 會尊重進口國的處理方法 台灣的網民現在非常非常之不滿 為什麼不滿 為什麼對著西方國家 你就要尊重別人處理的方法 對著我們的祖國 你就在炮轟 就說你們祖國是針對中國台灣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台灣聯合部以愛國水果能吃多狗為標題 今年不少人紛紛用新台幣下架台灣鳳梨 即是用新台幣去換在架上面的台灣鳳梨 不過新加坡台商團購的鳳梨發現大石不一 品質非常之差 所以當地超市上架一天之後 就已經將它下架 這樣的下架 OK啦 然後台龍發表宣言 出口兩公噸的鳳梨對澳洲 也確立了一個商業關係標準 去到澳洲 想著很好 在新加坡不買 就是澳洲買 原來去到澳洲之後 不好意思 一個禮拜都不夠 鳳梨過熟 清完關混過去之後 基本上上不了架 所以那兩公噸也是化為烏油的 接著就是出口去日本的香蕉 驗出一個農藥超標就要銷毀 6月去新西蘭的芒果荔枝 出現一個東方果實成幼蟲 也禁止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 在台灣出口去不同地方的水果都出了問題 包括我們的中國內地 新西蘭 日本 澳洲 新加坡 這麼多個地方 原來都出了很多不同的問題 就是 我們中國禁止入口 不讓他們入口 要他們自己回去 自己處理 在其他地方 首先 我們中國沒有掠了水果 是他們自己 不讓他們進來 但是其他地方的水果 基本上是完全地報銷 Total loss 沒有了 但是 但是 為什麼台灣 都是用著一個的態度 就是針對中國處理方法的態度 就說中國不准入口 又說中國針對中國台灣 祖國針對中國台灣 這樣 不斷地炮轟 但一個問題是 對著其他 其他的 其他的 叫做 國家和小國 不是對著我們自己的祖國 他說 尊重別人處理的方法 為什麼會這樣呢 別人處理的方法 掠掉水果 過熟了 我們不買了 抓了它 哇 農藥銷毀 有蟲 不要 全部叫做毀滅 這樣就解決到它的方法 全部把你的東西化為烏有 就能解決到 但是問題是 我們祖國只是落閘而已 你不要再運過來 我們不買了 這樣你就要罵得 差 但是別人 其他的國家 你又不罵 那這些 是什麼的雙重標準呢 也有網民說 台灣不需要再是 自居被害人的角色 應該要事先去檢查一下 他們自己的品質 甚至乎外銷的所有東西 都要是檢查一下 確保了檢疫的措施 以理性科學的解決 是更加務實 是不是台灣 就是台灣自己的網民 台灣自己的台灣人 我們的中國台灣人 是說這些事情出來 是理性的 並不是台灣政府這樣 是不理性對待的 然後 有部分的台灣的網民 就是我們中國台灣的網民 在網絡的討論區 PBT裡面轉貼新西蘭 就禁止台灣的芒果的新聞 就說 洋人說 有蟲 就等於尊重 中國說 有蟲 等於我要上告 為何不跟 WHO哭訴 民進黨 教你什麼叫雙重標準 永遠不思進步 一直操作成政治問題 支持提告新西蘭 所以就是說 其實我們中國台灣的網民 我們中國台灣有很多人都是理性的 發現到為何你會是 洋人說有問題的時候 你又說尊重 我們祖國說有問題的時候 你就說我要告你 我要上告 那個問題是 同一件事 都是發現這個果成的幼蟲 那麼 我們禁止是很合理 人家禁止其實也是很合理 為什麼你會說人家禁止就合理 我們禁止就不合理呢 是不是那些蟲 只是咬外國 而不咬我們的祖國呢 沒有道理的 所以我們台灣的網民 對於這個蔡蔡子 對於這個民進黨 都是非常非常之不滿 還要串他 為何你不跟WHO哭訴 為何不上告 為何要叫尊重 也都是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不是我們自己 中國香港人 不是我們中國人 不是我們中國澳門人 知道 就是雙重標準 這件事 是我們的中國台灣人都知道 民進黨教你什麼叫做雙重標準 永遠不思進步 一直操作成為政治問題 所以其實政治行先是會犧牲了很多很多 我們不同人民的利益 甚至乎人民的生命都可以犧牲 我們只可以奉勸台灣一句 不要再 什麼都拿著政治來操作 不要再 不要再 不斷地抱著你美國爸爸的腳 認清楚 認早歸宗 中國才是我們的母國 中國才是我們的祖國 你的老美爸爸 並不是你的宗主國 並不是你的祖國 我們是 就是中國人這個事實 是沒有辦法改變 無論你怎麼變 變點你論無 你怎麼讀都好 OK 你都不會變成羊鬼子 你依然是中國人的面孔 黑頭髮 我們的黃皮膚 黑眼睛 你永遠都走不出 我們中國人 樣子的框框 所以你不要台灣 民進黨 蔡蔡子 不要再乃這個 羊鬼子鞋底 因為你怎麼乃 你其實都是中國台灣人的樣子 你不會變得到 好嗎 好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民建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